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第29多季第10集 一開始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衣服夠不夠歪 現在這次要介紹的就是 看了一段時間也沒有機會介紹 這次既然主席來了 就不再爆他媽的爽快的十周年版 這個巴托斯 狼王版 一定要介紹這個 我先介紹這個 我有舊的 應該是幾年前 很著名的熊貓炎下後樓梯事件 我記得那時候排到我 因為之前有INS的一個店舖 大手成雙數了 我剛剛排到沒有的 後來吃了就貴了 所以對他有怨言 這次就說這個 當日那隻其實挺漂亮的 但是七面QC有問題 因為當日那隻大家有印象是雅面的 那些白色簡直是粉筆白 即是很完美的白 你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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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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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重要的大腿位 我緊了很多 一會兒德哥去展示一下 大腿的緊緻度 我想ROBO雲來說是少有的 整隻摸上手的質感會是不錯的 我先放了一個姿勢 我先放了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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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特效 亦有手臂爪 大家都知道 它有轻和软软 最初一撞 尖尖又不尖 或者掉落地就会断 用软是很聪明的 包括手指 当时我摸上手 怎么做出来 谁不知 软胶 如果用心的话 会想到这些好东西 两版 第二版是大家都以熟能长的台座 台座来说 当然 好像直接没有变 我没有什么印象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金属红是有分别的 当然 也是用鋼琴黑 一条长长 用来比后面的尾用的道索 有直 有弯 有长 有短 这个我反而不会在很详细 不同其他人说 还有是注明那种很废的支架 继续 这个Metal Robo 这种废法 那种废法 又要拎它 又要顶着 又要倒转 但其实很容易松的 通常我就是玩 用云支架 没那么生气 我通常是不玩这个地台 但它坚持着Metal Robo 云都是玩这个东西 坦白说 我就不敢说它好 但是在用这个支架的时候 亦都真的有一定的技巧 你是要很准地调校 锁死它 变成相对会是麻烦 找些限量很笨 它其实会向后跌 没错 就是靠本身的规矩重量 就是可能你设定是设定好一个墙地 然后又要用这个顶着一格格 当然你有时手残 真的不奇怪 你一手困 接着就讲粗口 它就劈牌 你整个就跌 说回上色 刚才说了旧那种是粉笔白 这次其实挺特别的珠光面 首先怕黄的朋友 你肯定不用担心 因为根本已经黄黄的 因为用了珠光 它跟粉笔白固然会差很远 但是那个感觉挺好 而且解得通 大家知道铁血系列的MX或高达 不怕光速兵器 因为有光速涂膜 所以你再玩这个 你又觉得整件事是入型入格的 当然是装了 装出铐膜 这个是挺好的 然后讲一下造工 通常珍珠白的会是 做得不好会好胶 我想它也是特意的 所以弄到灰灰黄黄 是底色比较 输少一点 输少一点 它不会有透明感出来 我见它没有油的底漆 只是油珠光漆 所以不算胶 不会有些很假的珍珠白 觉得很胶 这种可以接受 所以是挺不美的 不是 挺不错的 我想在这里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看 当然就着着色 刚才主席也说得很清楚 用了这个珍珠白的涂装 另外你会见到 譬如说 它一贯的蓝色或红色 或者直接说大部份的颜色 都把它转成金属 金属蓝 金属红 金色 银色 银灰色 等等等等的配搭 所以变成了整件事的感觉 是高级了 整件事的感觉 是提高了和高质了 当然如果大家有玩之前浪黄的话 都知道几牙烟的地方就是腰 是 最压烟 你不是说它很实的 坦白说 我现在就这样拼 你都会见到它是跟着拼的 是我才这样玩的 但是 一定比之前的硬板硬 因为其实 旧板基本上你连固定都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起码都叫做 算了 不如生路走走走 不过旧板也很容易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大波装 旧板也是一样拔出来 然后游回那些 那些油画的透明漆 我想有些网页有介绍 现在有些人叫做关节保强液 隆私交由 用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救 差不多可以有得救 不过我都想大家看一看 其实当然 成也条腰 败也条腰 你会见到它本身的造型和可动性 其实是很高的 向前屈的话 其实它用了一些可动的油压 令到它是可以 顶到这个下阴位的红色 所以是有机会有碰撞的 动的时候要留意 左右的时候 也都是本身你会见到 它上面的 隔着胸的关节和隔着蜜蜜的关节 个别都有可动的 所以变了一条腰动的时候 跟其他的机体设计都有几大分别 所以是一个特色 但你赞到大腿真的很实 即是弹完这条腰后 大腿这次真的很实 我记得我玩旧时 站在玻璃桌上 两只大腿都要截 就是一字马 是 是 这条实实得很好 我揭开一点 这个側甲和前腰甲 你会见到它大家耳熟能长 Macto Robo-Win 全部都在关节做手工 是很实的 是很罕有的 Macto Robo-Win 大腿实在是奇迹 你玩的那些骑士系列 你全部想扔下腿 那种松一定是变一字马 所有的骑士都是这样 诚实地 其他譬如蚕鸣 那些 我又觉得 比较差的就是 真是芭芭托斯 其他的Macto Robo-Win 都没有说 好像第一代的芭芭托斯 那样的 宽关节是这么松 当然了 你亦都见到 其实就住 因为机体的设计方面 令到它的可动性 特别是对脚 是动得非常自然的 不过所以 这只不知是否挽回声语 所以刚刚伸出的 一至四都被人掃了 是啊 一至四 不过很差 Bandai始终留住恐龙钳 不过它一定是分开出 六七的时候 到时跟恐龙钳出过一套 今次只是一至四 你亦都 很坦白 既然出得一至四 我相信 五六七 又另外一个套 恐龙钳 你按不了 竟然 因为我玩过这一只很讨厌 不过有点改观 对Macto Robo-Win Macto Robo-Win其实很稽辣 首先比例上 比较大于144 大约120 很奇怪 放在高达上 但今次云展 又会看到Bandai的决心 好像想所有高达主机会出现 最惊喜是看到G-Self 虽然那只应该是射出3D成型品 但你会看到G-Self 也放出来 即是有些东西 还有那只超班 我原本没有按 H我很不敢没有 但在云展上看H3的 很漂亮的显示器 很漂亮的 没什么好说 然后回来香港 乖乖按了 还有没有人争 FH 你始终H的受重性 实际上是一般的 但看完实物之后 很漂亮 希望真的有惊喜 不过亦补充一点 我想现在大部份 我这么说全部 如果纯粹针对MATO Robot運的话 它的屏幕也是1比144 大了 正确是1比144 当然我不敢说全部机 但它有大部份的机 是和HG一模一样 很肯定大了的一定是Hazel 大了 大了 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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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其他 比如说 那些特别是 不过好像是 屏幕是一模一样 是 这些 既然都不差再秘密 大家看看后面一些 后馆的相识 都做足了给你 当然本身其实就着 这一个 72柱魔神骨架 它基本上每一只都 是用了这个Skeleton 就变成了 产品制作方面 亦都真的可以方便它 不过 真是希望它在 調整那些关节的时候 做多一点点 是 变成了大家玩的时候 更加开心 好 今次玩一直播 希望下个星期 有人记得带一只 Score 6 Score 6 给我 或者可以顺便和大家 不差再分享 《瑞星之魔女》的一些 故事和读后感